大家都知道地铁区域的黑卡门每局只能用一张卡开一次 但有没有小500事故在同一局游戏里用两张黑卡开门呢 你们觉得会开出什么好东西呢 受唇不错还是红光 哎这些都是洒洒水 走我带你们去辐射去捞一把 嗯不错不到一会儿又七十万刀爽 感谢辐射区的馈赠 下场我一定再来 接下来是今天的重头戏 黑色力满门 说来也奇怪的 平时只能用一张黑卡的门 这局就跟见鬼了一样 看到没温丝不动哎 可我的黑卡却少了一张 难不成是有人已经提前卡报个进去了 好奇的我再试了一次 哎不是 这门还带通卡的吗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既然花了两张黑卡 奖品也来两份 这要求不过分吧 最后呢和队友统筹了一下 总共开了三根金条出来 两张黑卡开三根金条 大家觉得是亏了还是赚了呀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嘿嘿不爱 再加上我后面在黑区开的那根金条的话 这局我们队啊 打顶六根金条 妈真像啊 不不不 你说了又好 都是自家粉丝 别客气 这有福同小马 有烂你们的 那啥 我刚刚说啥来着 我好像忘了呀 我去 这倒霉孩子 居然被boss制裁了 装备掉了人的惨 给你戴上 下把还你啊 走走走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给你戴上 请联系 这边 谢谢大家